对法国文化的印象就是 可能我们是70年代人 最早的对法国电影的理解就是 佐罗 然后阿兰德隆 特别帅特别帅 然后从小就一直看到很多部电影 然后虎口脱险 虽然说那时候都是意志片 都是配过音的 但是这是我们对法国文化 最早的认识 长大点的喜欢听音乐 有时候听到一些法语歌 就觉得很不一样 但是又很有节奏感 长大之后看了可能一些法国电影 然后比如说《女科背松》的 然后什么《天使爱米丽》 反正挺多的吧 对 比如说法国的电影 可能他们就是可能更关注的是人的个体 然后在中国不一样的就可能就是时代的背景 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只是语言不一样 然后一些生活习惯不一样意识形态什么之类的 但是到头来说的或者是探讨都是人 其实融入自己的生活经历也可以去挑战 但一个跟自己本身的性格或者经历反差很大的角色 我觉得也可以 对我来说我更重要的是通过电影来去了解我感兴趣或者有意思的一些导演作者 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的 比如说我们看待的电影 看待的书 然后他们表达出来的这个世界 那他们为什么会表达这样的世界 他们自己内心世界是什么样的 这点是我更感兴趣的 其实我看的是人 不管是文艺片还是商业片 我觉得是一个电影的最好的一个时代 其实不用说期待文艺片 其实我觉得是整个电影的工业 有好的商业片基础 才能筑就出一个文艺片的基础 他们都在整体的健康的发展 其实可能是大家对我有一定的误解 可能或者是我可能接的片确实太少 其实我商业片 然后文艺片什么电视剧 什么主旋律 其实我都会去尝试 演戏是我的工作 我喜欢工作 就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 或者是自己对自己很在意的一个职业 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自己做的 还不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一个地步 我觉得把自己说成演员 我自己过不去 我在等待那天的到来 就是习惯 就是你把摄影当成一种去排解 比如说无聊 或者是填补自己生活空隙的一个习惯 成了习惯 你就自然会知道 你想做的是什么 早年很早年间举办过一次 但现在完全没有这种欲望 因为互联网很发达 你想拍东西 很快就瞬间就能让人看到 而且也没有太多东西是值得把它打印出来放在墙上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每部戏如果出去拍戏 他们都会来剧组来探我班 他们都会去现场 然后有一次我儿子就因为别的事情去了现场 他就以为到了一个拍摄的场地就会找到我 然后他就到了那里就很小 可能两三岁 爸爸在哪 爸爸 其实那不是我拍戏的剧组 我会让他们 我会刻意让他们去把它分得那么开吧 我还挺想让他们知道我工作的氛围是什么样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剧组里面排队领盒饭 坐在工作人员的长条桌上 在狼吞虎咽地吃盒饭的时候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或者是温暖 对